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攻占主流股 我是你的好朋友邱敏寬 6月4號 上個禮拜 我們知道端午節將要到了 端午節過後就是全新6月的一個開始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特別的請各位說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好一個抉擇 我們那時候請各位一定要去做好一個抉擇 為什麼要做一個抉擇 因為我們6月份要去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計畫 叫做6月站起來 那怎麼站起來呢 各位怎麼站起來 我說讓法人來抬轎嘛 你的持股3檔到5檔 如果你的資金超過300萬以上持股5檔 如果你的資金只有一兩百萬的話 持股2檔到3檔 一週進出兩次 只做當季的主流 這是我們上個禮拜跟各位所做的一個提醒 可是我們說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一定很害怕 為什麼很多人很害怕 因為這個地方畢竟不是7000點 這個地方畢竟不是8000點 行情來到這個地方一口氣爬爬走啊走 都已經站穿了9100了 過去你的經驗萬點 大套房 9000點以上就算不是大套房也是小套房 所以目前市場上一面倒的聲音都跟各位告訴什麼 說量價背離 說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操作的難度會非常非常的高 甚至於很多人都請你說你要把股票賣光 你要開始做放空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行情我們怎麼談呢 這個行情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說你一定要秉持一個觀點 什麼觀點 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們說心有多寬 致富的道路就有多寬 所以結構在哪裡 結構在於你看得懂或看不懂 什麼叫看得懂或看不懂 我們說很多的股票在7000點的時候會漲啊 對不對 2317的鴻海 去年11月份股價在多少錢 股價在73塊錢 股價在73塊錢 聽我演講的人超過兩三百個人以上 看過我寫文章的 我認為比這個數字還要更多 我們那時候說鴻海的70幾塊 還是你能夠看到最棒最棒的一個價格 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 有一次我到某家券商去演講 演講的過程當中有一位醫生出來 那位醫生跟我來 就跟我握握手 說謝謝我 我說怎麼了 他說他呢 鴻海在70幾塊錢那時候 第一次買了50張 第二次買了50張 第三次買了50張 我說那你這樣前前後後鴻海 你壓了100多張下去 他說他剛好賣了一間民生社區的房子 這幾年房地產大漲嘛 他當醫生的 他說他這幾年也買了不少房子 房子買完之後 剛好手上有些現金70幾塊那時候 我是在3月份碰到他 那時候股價漲到80幾塊 他問說要不要賣 我說參與除權吧 今年的鴻海 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過 他今年未來開始 沒有所謂的大規模的資本支出了嘛 前幾年開場 開在中國內部已經開得差不多了 未來比較大的支出是在4G 可是4G是新公司 從70幾塊沿路往上走走到90幾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報 因為後面我沒跟他聯絡 可是這波的一個行情 我們怎麼跟各位談 什麼叫做新有多寬 致富的道路就有多寬 我們再把我們之前跟各位談論到一些 比較大的重點先跟各位報告 各位還記得嗎 5月26號我們曾經跟各位談論過這件事情 那時候好不容易多方突破了 我們說多空對戰了16日 好不容易突破 這個行情漲越慢越好 我不要他大漲 我再秉持我的觀點 所有的家族也都知道 我這個行情我不希望他大漲 我最好希望他今天一天漲10點到20點 漲8點也沒關係 甚至於收小黑也沒要緊 為什麼 就像今天的行情嘛 今天的行情下跌3點5點 收在9.119 可是各位今天上市加上櫃 50二加漲停 您有幾家 其實各位您有幾家不重要 如果你的資金 parking 如果你的資金進駐到對的地方 各位 股票如果要去一支就夠了 那這個我們什麼時候跟各位談 5月26號跟各位談嘛 來到今天 各位 6月4號 行情也還在大概9100點左右 可是各位 很多股票上漲的一個幅度 是超乎大家的想像的啊 什麼叫超乎大家的想像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啊 各位 華雅科今天看到五字頭了 我還是一句老話問各位 會不會上 我等一下會把我的觀點再說一次喔 我等一下會把我的觀點再說一次喔 我等一下會把我的觀點再說一次 可是這一波的結構 請大家來到這個地方 我說 行情來到這裡已經變成整個所謂的M型化懸殊化了 什麼叫M型化懸殊化呢 目前這一波的一個行情 我常常跟我們的家族談啊 我說這一波的行情叫做 撐死吃飽的啊 餓死沒飯吃的 什麼叫做撐死吃飽的 什麼叫做餓死沒飯吃的呢 我說給你聽 這一波市場上很多分析師 其實他們是不敢動的 沒績效 為什麼 行情來到9100點要買也不是 不買也不是 買了也不知道買什麼 但是我一直跟各位報告 我說買股票怎麼買 測標跟你寫得很清楚 買GEO 買成長 買未來 買GEO 買成長 買未來 什麼叫做買GEO 買成長 買未來 我單單舉一個物聯網 我單單舉一個生計 我單單舉一個記憶體 所以我們要今天從這個地方 開始來切入 可是各位 很多的股票你會發現說 你不買它沿路都在噴 然後你的股票沿路都不動 沿路都不動它都在那邊 就像我們的新家族一樣 今天早上問我說 寬哥啊手續辦好了 那來到這個地方 你真的有股票可以讓我買嗎 1點40分 撥電話進來給我 嘴笑肉笑 他用六檔股票 一些不會動的 什麼國塑不會動 換掉 中租不會動 換掉 台氣營不會動 換掉 我都搞不懂 我說你這樣股票買幾三拼 我單單那個持股診斷 單單一個持股診斷 要做半個鐘頭 持股診斷完之後 我跟他說你真的都買這些 你為什麼會去買這些呢 他說這他的老師給他帶的 他的老師去帶他的啊 那我帶他買什麼 我不是買翔碩喔 我買小翔碩 一樣USB3.1 這檔股股你知道 上個禮拜我已經開始陸陸續續 在做布局的動作 今天早上 掌停板 我帶他做一檔做雲端的 為什麼 這家雲端公司過去還沒有賺錢 今年第一季也還沒有賺錢 可是各位 全世界排名前幾名的公司 都請他們幫他們做 所謂的一個流量規劃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雲端網路安全上面 他們是全世界幾乎排在前面 股價貴不貴 也不貴 那怎麼辦呢 過了沒多久 買盤下去 早上還沒開盤前跟他講 開盤貨過了一個半小時 股票咚 漲停板 你也可以享受得到的 各位 你也可以享受得到的 只是重點 抉擇要不要做出來 各位抉擇要不要做出來 很多人都說 來到這個地方只能夠做小型股 各位不是只有小型股啊 大型股也會動啊 6月3號我們跟各位報告 我們說這個盤太細緻了 什麼叫太細緻 往上開往下打 啪啪來回 弄一次不停的全部甩叫甩掉 甩叫甩掉完之後 今天各位還是整個9100嘛 可是還在9100的過程當中 來 我請問各位 華亞科今天供到漲停板50塊了 34塊我們不要說了 太久之前的事情 22塊23塊我們也不要說了 你會說那是兩三個月前的事情 我們把時間點往前推推一個月 把時間點往前推推一個月 我跟你比較過啊 如果說台積電今天值123塊 台積電的毛利47.48 台積電今年的獲利1.85元 謝謝 就一樣了 我們就一樣這個鏡頭 一鏡到底 等一下讓大家比較好做 台積電今年的第一季獲利是1.85元 3474的華亞科呢 今年第一季獲利跟台積電一樣1.85元 它的毛利54.06 還比台積電還高 還不需要攤折舊費用 今年的第一季是1.85元 目前第二季來看的話 我個人初估是1.5到1.6元 可能數字會比這個再高一點 也就是說我本來今年所初估的 5.7元到5.8元 有可能會再更高 各位 你覺得50塊 我36塊跟你說過一樣的話 我說今年的第一季的整個獲利是1.85元 全球沒有新產量 來到42.35元還是一樣 我如果說上半年拼上3.5元 全年7塊你怎麼去估它 各位 跟你一樣啦 50塊半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來到這個地方 還要我們追華亞科嗎 當然不用 你只要認真研究 各位 你只要認真研究 好股票 好股票 很多很多 可是最困難在哪邊 最困難在哪邊 最困難在不信 在哪裡 在忐忑 在恐懼 在害怕 就跟我們那個新朋友一樣啊 他跟我說 寬哥我看你的節目看了9年耶 我說喔那你也真厲害 我總共出道才出道15年 你就看了9年了 他說我一過去你給我的感覺 其實你跟吉他分析師都不一樣 我說哪邊不一樣 他說你比吉他分析師看起來要誠懇 我說哈啊 那人家吉他分析師每個人上台 這樣子扭鬼蛇神的 給你重心看 胸口碎大石 在那邊是不是對不對有沒有 我還是一句老話 我說什麼 我說我們只研究基本面 技術分析有沒有效 有效 可是技術分析有效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基本面去做加持 什麼叫一定要基本面做加持 今天的謙儒不小心來到這個地方 差點再過新高 可是各位 謙儒股價在12塊到13塊的過程當中 全市場沒有人跟各位談論到 他今年第一季的獲利比去年全年多14倍 他通過雙V認證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人告訴各位 當天的股價15塊1 在哪裡 在這裡 然後後續院後面再持續噴出 盤旋三天之後再持續噴出 再往前走 目前在橫盤 好股票多不多 很多啊 我們一直跟各位報告過啊 日月光需要用的新機台 這間公司沿路往上走有沒有機會 有 但是我說很多股票漲上來了 漲上來的股票要不要再追蹤 當然可以追蹤 可是問題是 對很多新進的還在觀望的 目前還在旁邊 又在那邊摸手 摸不到岸邊的這些 所謂的投資朋友來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 未來有什麼股票可以買 就跟華雅科 我們在20幾塊跟各位做報告的時候 那時候的時間點是在3月份4月份 後面王晴往後走 來到了五月份 我們跟各位報告了 單單是五月份的過程當中 我說千儒 千儒漲上去了 4736的一個泰伯 泰伯漲上去了 可是各位 五月份過程當中 你們知道哪一檔個股單股漲最多嗎 各位不是利旺耶 利旺的股價從200塊漲到現在是322塊 它還沒有漲超過一倍 五月份漲幅 漲最兇的個股 是這檔個股叫做翔碩 是這檔個股叫做翔碩 翔碩我們請家族在布局的過程當中 股價78塊錢 後面當整個雜誌復稿的過程當中 當天的價格在83塊到85塊 你運氣好的可以買到81塊 那結構呢 結構怎麼走 很多人都認為說 哎呀應該差不多了吧 應該不會再漲了吧 各位 78塊 80塊 83塊 85塊來到今天 188塊半 188塊半 漲不只一倍 漲超過一倍還穿過去 漲超過 漲超過 那各位你去思考 好啦 不要去談那個80塊啦 78啦 不要去談那個 要談83 85 你去想它突破百元的時候 你去想它突破點的時候 126塊的時候 134塊的時候 143塊的時候 你目前回頭一想你會發現 其實各位這個是股市最迷人的一個地方 股市最迷人的地方是在哪邊 股市最迷人的一個地方是在於 當你看得懂 當你會 當你能夠把握到機會的過程當中 你的未來是有盼望的 你的財富是可以翻轉的 那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啊 寬哥 這個我要跟他放儲權啦 來到這個地方因為 反正也套牢也套了 套到這個地方也不知道要怎麼 我就先把它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看 我就解套沒有 可以啊 你可以有這種想法啊 排氣銀 哇 好不容易漲上來了 希望趕快回到10塊錢 對不對 好大的盼望喔 淨值還在11塊5呢 我看可以快起來嗎 看能不能趕快漲起來 可是各位 我說這段時間好股票那麼多 就像我們那個家族啊 拿了六堂股票換 怎麼換 怎麼換 我們說領先布局最重要嘛 所以我們這一段我們要先買一個伏筆 我先舉一個最簡單的 我說研究基本面的一個過程當中 為什麼你把基本面研究得很透色 你可以贏人家 這是之前我所做出來的一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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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些個股 這些個股我會一檔一檔的佈局 但是我沒有要送給各位 我現在有時候 因為很多台都很特定在送資料 那送資料之後大家也變成一個習慣 那我常跟各位談 我說使用者付費是很重要的 台灣現在最糟糕的地方就是在於 為什麼有人可以民生社區房子買好幾間 有人可以信義區房子買好幾間 然後出門開賓士 出門開幾百萬的跑車 但是很多人每天都在埋怨他 一個月只有領22K 領28K 領30K 同樣的道理 在股市當中 有人是賺錢數錢數到手抽金 市場上最近好多新一批新的作手 好多新一批新的炒家 他們都有辦法做到 數錢數到手抽金 那個真的是金山銀礦挖不完 什麼叫金山銀礦挖不完 我就舉一個最簡單的嘛 5月份如果你有佈局到謙儒 是不是金山銀礦挖不完 同樣的道理 最近的這段期間 5269的一個翔碩 從股價70塊80塊 來到這個地方各位 漲到現在多少 188塊 真的漲不完啊 可是各位那個美角在哪邊 為什麼會撐死吃飽的 餓死沒飯吃的 對很多人來說 大家都是心中 我跟你說 大家都很好心的啦 我知道大家都是心中很善良的人 大家都會想說 哎呦要怎麼樣 要去救窮人啊什麼的你都知道 可是因為你這個天性會讓你怎麼樣 股票漲多了 你會覺得說 這甘對 這甘真的還會去 然後股票如果在套牢的過程當中 你就沿路跟它死報活報 你希望你趕快解套 但是其實各位 方法可不可以改變 方法可不可以改變 這個就是你的抉擇嘛 就跟USB3.1好了 翔碩漲到188塊半了 跟翔碩做一樣的USB3.1在哪邊 我們等一下回來我們再來談 談這些基本面美角的部分 談這些細節的部分 可是各位 我跟你談再多的細節 我跟你談再多的美角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你要怎麼做嗎 各位你要怎麼做 就像我們跟各位談的 6月站起來 168法人作帳計畫 整個6月份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整個目前 包括國內的投信 包括外資 包括自營商 他們在作帳的計畫 怎麼做 那麼當然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你也不用客氣 然後這個地方你要想說 我的資金可以集中再集中 很多的個股 這麼像是成年往事 來到這段時間 你都是有一句台灣歌在唱嘛 不如賣色彩嘛 對不對 很多股票來到這個地方 放著也不知道怎麼辦 還賠了一點錢 卡在那邊也能動都不能動 各位讓資金活起來 讓資金活起來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說6月站起來 好不好 6月站起來 等一下回來 時間夠 我們就談多一點 我們來談談USB3.1 談談物聯網 談談未來的一個所謂的智慧型裝置 包括眼鏡 包括手環 如果時間不夠 我們多專一的來討論一點 可是各位 你要很清楚的了解 這個時間點你要怎麼做 你要不要當那個 賺到數錢數到手抽金的人 還是要來到那個地方 每天在那邊萬壇 萬壇說奇怪 別人的孩子都這麼傑出 我的股票怎麼都不賺錢 別人的股票都會標 想到我的股票都能在那裡 去思考一下這個重點 思考之後 覺得你有感同身受 可以跟我們的線上助理做聯絡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然後回到節目現場 別靠父爸爸 買房靠自己 買房要靠捷運站 要靠威秀商圈 要靠商業核心 要靠休閒水安 輕鬆房價要靠海洋都心 26258880 研究基本面超過15年的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大過段操作 值得性愛 插詢對話 026618 1588 21年萬寶投顧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成志董事長領軍 多位名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研究基本面超過15年的萬寶寬哥 帶領著萬寶致富團隊 用心 尊心 細心 將第一手訊息 第一手財報 第一時間呈現給家族朋友 萬寶寬哥 全新的選股大過段操作 值得性愛 插詢對話 026618 1588 21年萬寶投顧是最專業的投顧 由朱成志董事長領軍 多位名分析師 加入萬寶請來電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頭痛 請用五分析師 請用五分析師 爸爸 歡迎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來 我們在上個禮拜 我跟各位談論到這一章 我們說六月份法人作賬的一個重點 那麼在五月底的過程當中 這些股票我就已經在思考 我說其他分析師怎麼做 我不知道 很多分析師都是 反正有漲停就拿出來講 那對我而言的話 我說股票的脈絡性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要去布局的是未來的個股 不是現在的個股 例如說像2498的宏達店 宏達店業績好不好 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2357的華碩出的那個ZenFone 一台賣4000塊錢 一台賣4000多塊錢 而且他不需要去綁約 他在整個便利商店都買得到 很多人就買了回家送給自己的爸爸媽媽 很多人就買了回家給自己的小朋友來用 能不能用 堪用 很好用 好用的不得了 會不會去影響到整個宏達店他的業績 目前來看的話 他已經公佈業績出來了 真的是業績有影響到 整個五月份 行情最會上工的個股叫什麼 叫翔碩 翔碩股價從780塊錢 一口氣漲到188塊 好 翔碩在做什麼 翔碩在做兩個產品 一個叫做SATA Express IP 這個AMD 他要做買斷的動作 目前報價還沒有報 沒有人知道到底多少錢 股價為什麼會往上漲 各位 最恐怖就是在哪裡 最恐怖就是你算不出來 最恐怖就是你算不出來 就跟GIA一樣 長期的人都曉得 我們萬寶長期都是在看GIA 好 USB 3.1 目前擁有技術成分的 有誰 翔碩有嘛 對不對 宣德有 可是各位 宣德股價漲很多 宣德這一波股價漲很多 所以怎麼去選 這我們常跟各位談的嘛 領先布局最重要嘛 對不對 那我說我怎麼去選 這個第一檔 第一檔是什麼 這叫創委嘛 我五月底的時候他說 當他的整個所謂的一個決定K線 衝出去的一個過程當中 回撤出現黑K棒 就要做進場卡位了 各位就要做進場卡位了 那進場卡位完 你這幾天你觀察一下他怎麼走嘛 他兩天先橫盤 他兩天先橫盤 後面再往上噴出 兩天先橫盤 後面再往上噴出嘛 那很多人一定會說 哎呀 寬哥 你怎麼這次沒有跟上次一樣 埋在低檔區 我沒有在低檔區選啊 為什麼 我手中握翔碩啊 各位了解嗎 手中握翔碩啊 我們是那時候是幫新會員 很多新進家族 在做整個所謂的思考 所以後面各位還有兩檔 後面還有兩檔 但是請各位你要去抓到一點 你如何能夠領先市場來做布局 你如何能夠用最好的一個方式來做布局 好不好 六月站起來 六月份最重要的各位 就是這些所謂的作帳股 EVSB3.1也好 物聯網的族群也可以 各位 今天智威還在過新高呢 後面怎麼做後面怎麼走 不用擔心 大家手牽手 這會用真假 六月站起來 今天的節目先到這邊 祝大家操作順利 有任何的需要 可以跟我們的線上助理做聯絡 明天見 拜拜 好 我們來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1年万保投顾是最专业的投顾 由朱成志董事长领军 郭卫明分析师 加入万保请来电 026618 1588 026618 1588 别靠父爸爸 买房靠自己 买房要靠捷运站 要靠威秀商圈 026618 1688 3263 1688 止热 226618 1588 感谢观看